总统妻女被日军所杀,战后所赔八十亿,遭剧后处决日本俘虏。 总统妻女被日军所杀战后所赔,八十亿遭剧后处决日本俘虏。 如果日本在欧洲国家的地界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估计也是德国的手下败将。 但是不,死心的日本却是在亚洲地界,当时中国正在处于比较动乱的地步。 当时革命环没有成日本不仅侵略了我们中国的领土,更重要的,还侵略了菲律宾因为当时除了中国。 那时候中国周边的国家其实也没有多么有实力,所以被侵略下去,还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也是有很多人针对于日本侵略这个菲律宾,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政治学问的最近几年,菲律宾没有哨折腾一方面又是跟踪,国在这边磨磨蹭蹭的就是因为它地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二战的时候,日本知道自己的能源不是很够,所以如果想要通过海上来运送石油的话, 菲律宾乃是必定经过的地方,而且日本还可以把这个菲律宾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据点, 然后衍生到其他的国家里面,作为一个威慑力比较强的地方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我国的东北慢慢的向下延伸不得不说, 那时候的日本野心还是比较大的。 当时菲律宾被抓了差不多七万多的俘虏二战的时候, 日本可没有加入什么日内瓦公约的,所以对待俘虏非常的残酷, 有的俘虏海米有达到关押他们的地方都已经死了, 而且日军到菲律宾的时候,肆意的杀当地的人民, 连菲律宾的总统和他们的女儿都没有例外的好不容易投稿了战争结束, 那时候一大批的日军也自然投进了监狱里面。 当时菲律宾想要让日本赔八十亿, 可是日本还是没有人性的赖让当时日本国内的经济也是不怎么行的加之菲律宾, 没有见过那么厚颜无耻的国家愤怒之, 下一夜之间把关押的日本士兵全部杀了当时在菲律宾的国土上面。 日本军很嚣张,现在就只是个带载的羔羊, 而且所以天道好轮回,谁也不饶谁现在的日, 本只是有了美国的帮助的。 请不吝禊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üst